首階段管制即棄塑膠新法例 星期一起正式生效 環保署說新法例設六個月適應期 商家可以在頭六個月內 清理剩下的塑膠餐具 我們的記者在新法例實施第一天 就來看看天候一帶的食肆 發現仍然有不少餐廳提供發泡膠餐具 那些發泡膠就不多 只有七、八十個左右 飲館就轉了,那些不用了 那麥發泡膠有少許大件用 那便不用了 用膠,用到紙,紙會黏飯 他就說轉用酒塑膠餐具 成本上升超過兩倍 那會不會加價呢? 應該就不會膠著的 看看過多排才知道 這個市場都不好 有食市就說首階段仍然可以用塑膠餐盒 所以暫時不會轉紙餐盒 因為塑膠碗我們可以再用 第二階段我們現在還在用膠碗 最主要是飲筒和紙巾 我想應該全香港的人都知道不好用 現在就沒有加價 可能客人都覺得不好用 可能自己會自備餐具 你慢慢來,大家要慢慢接受 因為都很麻煩 香港都做了這麼久 那市民又有些什麽看法呢? 我覺得應該是鼓勵人們自己打餐具 instead of 真的搞這些不方便的東西 即是自己做的所有東西都很不方便 因為我們食物和飲品都會有很多水 或者容易就會整容那些餐具 或者 whatever的東西 即是木製的餐具都會 都沒有用 即是同膠比的話 其實真的要鼓勵 自己打餐具 真的多過 即是餐廳自己提供這些東西 紙的吸管很容易就是 就是軟掉 然後過一段時間就會 就是用不了 不太方便其實 但是也理解就是塑料的這個 就是危害吧 會不會自己自備餐具 應該不太可能 因為很麻煩 如果要自己 就還要自己清洗啊 什麼的 所以好不要吧 但是要沒辦法的話也 都有在公司有 那現在買外賣都會 買外賣衛生堆還是會呢? 都還給我酒招用 如果之後加價呢 如果要收費 收費就可能 可以走 可能走了